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主突然发现门外有人 不由不说连开中枪 开门后才发现死的是一个小女孩 这女孩是来找她的父亲的 她的父亲就是男主刚刚杀死的人 男主就这样杀了别人父亲 又误杀了小女孩 开启她的自责和救赎之旅 这也是本篇的导火索 哎 我说 你们这些杀手是不是业务能力不轻啊 怎么动不动就爱误杀人啊 一会儿误杀别人女儿 一会儿误杀别人父亲 一会儿误杀别人丈夫的 然后想都不用想 为了赎罪肯定要背叛自己的杀手组织 为女孩的妈妈报仇了 动不动就是杀错人 拐过来还要赎罪杀掉自己的雇主 这样下去谁敢找你办事啊 每天你人杀错了 反手又把老板杀了 而且不杀就算了 跟算好了一样 留下的全是女主 杀了别人丈夫又误杀了别人女儿 你怎么不把女主也给误杀了呀 所以这些喜欢误杀的杀手也有一个想象的名字 寡妇制造机 纵观电影史上的各个误杀手 为寡妇打过拳 为寡妇还过钱 这辈子就和寡妇有人 被杀掉女儿和丈夫的崔小姐 成为了崔寡妇 而男主也因此次误杀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沉迷于酗酒和用药的烂泥之中 但任务还没完 老大告诉他 前段时间他杀的男人下一国 偷走了李老大洗钱的文件和证据 准备卖给境外黑帮 男主执行任务就是杀掉下夺回文件 但人杀了文件是没有拿到 下载交易之前给三个人发过邮件 其中一个是他的前妻崔寡妇 照顾文件很可能在三人的某一个人手上 门主的目标是崔寡妇 另外两个人会由其他杀手处理 男主和寡妇的恩怨之旅就此展开 女主角崔寡妇是一个极其漂亮的青年少妇 你不敢杀手多贵 崔寡妇不但人美气质好 事业成功是公司高管 明星职员业内楷模 但表面上风光无限的她背地里却是黎怀别苦 多少事欲说惯修 单身艺人的她不但要照顾老年痴呆的母亲 还要在梦醒时分过目泪流 这就叫新来受非干病酒 故事悲秋 单身少妇的快乐阿佩 但痛苦只能不懂啊 他们不懂男主懂 所以男主要保护他 而女主每天沉浸在失去丈夫和女儿的痛苦时 还收到了女儿的遗物 手机的吊坠上是一个U盘 女主不知道是什么打开一看 是一些交易记录 上面都是天文数字 女主想要登进去却没有密码 但女主的登陆立马就被李老大发现了 不过女主并不知道这个U盘的重要性 这也让李老大知道信息暂时是安全的 而男主在女主的接触与跟踪中 男主亲眼目睹了这个女人身上的孤独与痛苦 在这对苦命的母女身上 反复看到自己和母亲的影子 在最绝望的时候 女主选择了自杀 看到陷入闺民的女主 男主再次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当女母亲选择了自尽 留下男主一个人在世上 成为了她一生无法忘怀的痛苦 此刻看到这个单身母亲自杀的她 心里百味杂陈 愤怒的她 从女主扔开手枪扬腾而去 枪声惊到了邻居 女主扩救了 原来男主并没有杀她 而是将子弹打在了沙发上 女主在医院醒了过来 她的安眠药被朋友惯了 朋友害怕她轻生 才出此计策 而被追杀的女主也被警方盯上 自己丈夫参与洗钱被杀 妻子怎么可能不知道 在与警察的对话中 女主才知道 原来女儿手机背后的号码 就是账户密码 而此时 知道女主 陆入警方手中的李老大 已经知道资料已经不再安全 马上派人去医院杀死女主 夺回资料 男主提前告诉了女主 他手上的资料就是黑帮们的目标 而且马上就会有一个 杀手 杀手假扮成医生闯入女主病房 想要给女主注射毒针 却被一个女警察看到 杀手准备朝女主下手 女主藏颈合见 男主从外面进来 与杀手与了恶斗 杀手落光而逃 男主飞身去追 但大街上到处都是人 怎么辨别呢 男主立马点燃了一个垃圾桶 拉出桶的爆炸 经过路人击飞口跳 在爆炸中面目改色的 就是杀手 男主果然看到了杀手 而此时 警察已经保护女主离开 杀手改头冠面 准备杀死女主 却发现 女主被夺人团团保护 无法下手 准备撤离之后 男主严心手枪 方畅打死 现在 女主 扭盘 密码 全部落在了警方手里 加上男主的叛变 老大爷再也忍不住了 派了三名顶尖杀手 将来清理门户 而且 就算男主不叛变 也一样是死 想要惊喷洗手的男主 早就成了老大想要清除的目标 所以 男主叛变已有了一个 说得过去的理由 毕竟 他们要杀我 而其中一个 来追杀男主的杀手曹 正是当年和男主的 过命之交 男主还曾救过曹的命 警方得到密码和优盘后 开始带着女主 到秘密民宅里 破解档案 男主也在暗中跟着 发现 黑帮的人也跟到了这里 他解决了一个人后 拿走对方手机 发现了内奸 男主立马打电话 通知了他们 谁的手机响 谁就是暴露 你们未知的内奸 队长马上警惕 果然 一个手下的手机响了 内奸马上开枪 队长重点冲网 这一群打手冲了进来 准备杀死女主 不料 此时男主突然 从天而降 冲进屋内 一通顺度突如拨肉 将众人全都打倒 但男主还没来得及 跟女主说话 门外的杀手 又攻击了起来 扫到整个房间 身穿白孔 女主和男主 只能躲在眼角 扫射完毕后 眼镜杀手拿出狙击步枪 开始各个击破 让屋内的人 一一点名 一个小弟小跑出去 瞬间就被黑屋杀手同飞 凸击手刚刚进屋 就被男主连开手枪 打出杖外 扫射完毕 身穿防弹衣 还没死的杀手想要还手 被男主一个飞踢 机阵室头部 拉着躺昏迷 男主找个掩体 一边和女主对话 一边准备利用 刚刚捡到的装备还击 他告诉女主 他知道女主丈夫和女儿的死 因为那天 他就在现场 想知道真相 就跟他走 女主表示 知道真相后 一定会杀了他 说完就和远处的杀手 对战了起来 为了灭掉男主 两个杀手一个付出掩护 一个垂直锁降下去 直接硬张男主 两个人在走廊里 展开了极其惨烈的撑动 男主躲进屋子后 用手雷还心 男窗被炸飞住 混乱之中 男主想跳楼逃走 被杀手潮一把抓住 问他为何 要和当夜的兄弟对着干 废话 当然是为了广复 说完就将杀手潮的勾勾 和活着跳楼而走 眼镜杀手 狂狂狙击男主 男主躲了一两分 想要坚硬女主 结果女主被刚刚的 被杀手打昏 落入虎口 这眼镜被搞笑 也让男主受了伤 但弹夹子弹是有限的 趁对手冠弹之际 男主一圈 激动其手臂 对手只能单手装击 这让男主有逃跑的机会 男主这才脱困 杀手们联系了男主 要想救女主 就来某地找他 男主果然有位而来 他先救到了一场爆炸 然后控制警方 今晚还会有两场爆炸 而且和上午的强战有关 爆炸地点就在 李老大所在大楼 警方知道后 判出了所有精英紧力 迅速将女主所在的大楼 团团围住 杀手们一看 立马慌了 准备清理账户资料 转走所有钱 刺客的男主也杀了上来 黑杀手一看 是踢自己脑袋的仇人 立马放下了枪 要和男主若果 你看看 多干你命果啊 男主都过来了 直接开枪就行了 你居然要干枪 结果队友混桥过来 男主趁机不备 将黑杀手推卸了枪名 在于当场爆炸 杀了亲生兄弟的眼镜哥 痛兼其手 对男主更加狠之入骨 而在男主和杀手周旋的同时 女主已经成功结绑 进入了机房 看到了他们正在转钱 销毁交易记录 女主也一并登陆了进去 一千亿韩元 一分钱都没给他们留 全部转走 听说一千亿不翼而非的手下 也不再听命李老大 当场将其杀死 于此时 眼镜哥也找到了男主 结果被男主之前设好的现形 当场下黑 整个大楼只剩下杀手曹还活着 男主与之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将整个大厨打得齐烂 枪战结束后 两人陷入弱国 兄弟反怒 朝朝都是死守 无所不有其极 只有于骨头的碰撞 发生清脆的声音 每个荧幕都让人 感到最新的灵魂 最终 还是被乱枪击中的显示器铁架 从天而降 将曹砸得紧不昏厥 而刚刚杀死李老大的手下 因为失去了亿万千家 被女主恨之入狐 要杀了女主泄愤 但杀死之前 还要先惩罚一下女主 依解自己心头之恨 结果被女主反杀 而此刻 杀手曹也要杀女主 听到后的男主 立马联系了女主说 一会儿从电梯里出来的人 就是要杀你的人 也是杀死你女儿的人 男人一到 你就立马开枪 不要犹豫 电梯开了 男主从里面大吼一声 轰了出来 被女主连击三枪 打翻在地上 杀手曹看到兄弟中枪后 立马举枪要杀掉女主 男主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拉住了曹的衣角 曹明白了 没有动手 女主活了下来 死前的男主 又想起了和母亲一起的日子 误读过女主 这个单身母亲的经历 才让他更知道母亲的不义 这次他解脱了 好了 以上就是哭泣的男人的故事 故事并不算得上新鲜 但动作场面 确实是暴力十足 很正儿十足 全全倒肉 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看 这里是电影机参角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 经典的第一